接着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普发6000块 在今天开始正式可以做线上的登记了 但是为了怕一下子塞爆 所以也做了一些分流 那么第一天是只开放 身份证尾数是0 或者是1的民众可以去登记 那么也依序23是在23号 那如果你是结尾45的话 就是24号以此类推 不过呢也担心民众线上登记会有困难 包括了台中新北高雄的公所人员 也都也可以提供大家做协助 那当然你不一定要上网当记 你可以自行用手机平板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到时候直接去邮局领也可以 交道号码身份证健保卡取出来 接下来交给人员一键帮你搞定 这是配合22号普发6000 线上开始登记台中共58个办事处投入协助 今天来公所恰功 我想说方便就顺便来做一个设定 就怕年长者或是不方便的人 线上登记会有困难 从22号到26号台中新北和高雄等地的民众 都能到公所寻求帮助 我觉得蛮顺畅 服务人员讲解释的都很清楚这样 早点申请就钱就可以早点入账这样 对先处理这样 想线上登记当然也能DIY 22号8点上专属6000网站开放身份证为码0或1的民众 一直到26号每天开放两组为码登记 27号则是没有限制 28号开放查询 不过诈骗集团当然也不放过机会 现在就出现假网站 6000的0用英文字母O来伪装 后面接的govtw.com煞有其事 但其实完整是6000.gov.tw 普发6000想要领现金 带健保卡或是身份证居留证 来到邮局零贵办理 或是提款卡插进去 再选择全民普发6000元 再输入资料6000块就到手 什么时候能领到钱 线上登记最快4月6号 ATM预计40号 邮局领钱慢一点要到17号 等了好久6000元即将到手 也让民众充满期待 三十九年里我身来 此王子玉台北台中采访宝贝